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个剧戏就是田小姐不甜 冷先生不冷 冷四明她虽然是性冷 但是她是一个很温暖的 然后这事很踏实 比较专一执着的这么一个个性在情感上 因为最开始孟好田以为冷四明是那种就是夫家子弟 对待事情完事不公的 后来发现她完全不跟一样的事 就跟她的外形 她性格跟她的外形和第一点产生的感觉 是有一个反差的 我觉得是独立 像刚才静汉说她觉得田小姐经常忙工作 因为孟好田这个角色有区别于其他的一些都市剧里面的女性 因为大部分的女性还是以恋爱为主的一个主线 但孟好田其实是一个很专注于自己事业的 即便是有恋爱 但她还是不会把事业放下的一个女人 她把这事分得非常清楚 很独立 有些事情即便我们俩是一个情侣关系 也要分清楚 这种男女主有哪些操作会让你觉得一瞬间被触动或者是感动 太多了吧 因为她是一个比较主动的 在感情上是比较主动的一方 创造一些机会能见到对方 能够 比方说搬到我家对门来这种 做了不少这样的积极的工作 对 因为孟好田最开始也觉得说你这么草率的来 但不守你就发出这样的邀请 你显然不靠谱这人对吧 就觉得最开始也是对她有点完事不宫 但几次几次感觉到有点还是单纯的 她还是很可爱的一个人 所以你看到她内在的这个反差是挺那什么的 挺张喜欢的 你表面上她又挺主动的 动真格的时候又有点犹豫 就这样的男孩其实反而会让女孩子很喜欢 黄格 如果要对孟好田说一句话 就这样的话 相信 相信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 你会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你应该要珍惜 珍惜身边的人 珍惜孟四明 因为她就是 她没有这个安全感 但孟四明疯狂地告诉她 我是可以给你的 但她内心是怀疑的 她不相信的 所以她有点拒绝害怕婚姻 那直到她跟孟四明的问题 根上开始爆发 就是说家庭的反对 然后再加上内在本身的不自信 她最终提出了一个分手 就是孟好田问妈妈说 那你跟爸爸离婚 曾经在一起结婚这些事情 有没有后悔过 因为她爸妈已经离婚了 然后她妈妈说没有后悔过 妈妈就感觉到女儿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给她造成了阴影的 因为那场戏台词 是我自己调整的 因为我觉得她既然对婚姻 她有她内在的一个坎儿 是对婚姻是有一点不信任的 她一定有她的 比较成立的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是我 我自己也是 也是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每个人希望是 尤其是在长久的感情中 你希望你得到的是真正的爱 而且那种爱是无条件的 非常非常的难 那么在事实上 你能知道说 父母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 那是他们本能 那么有条件爱 在很多人心里觉得 那就像是交易一样 我要这么做你爱我 我不这么做 你就不会爱我了 那你爱的真的是我吗 你不应该爱我全部吗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希望 在一段关系中 得到的是无条件的爱 那这种爱对于 对于一段感情来说 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孟小婷 就问他妈妈 就跟他说 其实我不太敢相信 这个事实上 除了你以外 还能有谁像你这样爱我 所以这个东西 这场戏那天 我演的时候自己是 挺 挺触动的 因为这是我内心话 我演唱的 那是最初的 我演唱的 也认为